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买太多 我会计划地想说我要去哪买 我今天要选择的时候 我可能会选择这些菜 我是要吃一餐还是两餐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那你喜欢它你就不要丢弃它 然后好吃的食物请你不要浪费哦 好那事实上呢 肾食与食物浪费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肾食 什么叫做厨余 那事实上呢 其实肾食就是指本来可以吃 可是后来浪费掉的一个食物 那什么叫做厨余呢 一般来说它分成所谓的生厨余 跟熟厨余的部分 那生厨余呢 事实上就是一些还没有煮过的 譬如像一些菜渣 还有一些果皮等等 那熟厨余又是指什么呢 熟厨余是指煮完的食物 可是我最后没有把它吃掉 然后我把它去做剩下的一个回收 这个就是所谓的熟厨余的部分 那依照一些文献的指出哦 事实上有关于肾食哦 它事实上可以分成这四类 那什么叫做可利用性呢 事实上所谓的可利用性 就是这个食物呢 事实上我们切胡萝卜 我可能切成三角形 我可能切成圆形 可是周围有一些浪费掉的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做为胡萝卜汁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它事实上是可以再利用的 然后另外就是一些剩余的食物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可恢复性的 举个例子 我可能会把它这些厨余 我把它再回收回来 做成堆肥等等 然后最后一些不能用的 我们才称为所谓的废物 就是它事实上这些食物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那什么叫剩食呢 事实上我们是可以从整个食物的供应链来看 整个食物的供应链呢 当然就是整个的 除了在之前的灾种之外 在整个的运送过程 然后另外 我们可能在运送过程中 我们可能产生了一些不良的 一些废弃的东西 然后另外有一些丑陋的食物 还有一些未达标准的 举个例子啊 什么叫做标准 我们以中餐考试来说 我们需要的那个什么 四季豆需要15公分 那我今天真的没有达到15公分 那怎么办 我要丢掉它吗 还是我不能采用它 当然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是应该要使用它的 可是问题是说 其实在某一些餐厅 或者在某一些验收啊 或者是一些好事 它可能会有一些规范 那这些规范呢 其实有时候就会导致食物浪费 那这里呢 我主要是要告诉各位在场的贵宾啊 其实我们当然规范是有规范 可是有一些规范呢 在家里面其实是可以 还是可以接受的 特别是消费者 您今天15公分的 那为什么没有15公分 它可能13公分 它可能12公分 那这时候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些抉择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钱处理的耗损 其实呢 现在非常非常多的精致食物 就像各位常常会去一些餐厅 好像都只有那么一点点的食物 只有这么一点的肉 那是剩下的肉到哪去了 只有这么一点的菜 那剩下的菜怎么办 我该如何在我现有的食材里面 去做一个最充分的应用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 现在比较需要重视的部分 然后另外呢 一个比较重要一点的就是保存不当 所谓的保存不当呢 另外一个就是不小心放太久了 而不小心放太久 常常就是怎么样 你自己的管理的方法并不是很好 我们每次都问消费者 请问 你们家的冰箱 你知道那块肉放了多久吗 特别是冷冻库 来 有做标式的举手 在家里 好棒哦 在这里还有三四位 四五位 家里还做标式 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去做一些餐厅的一些 鸡盒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要求厨房的人员 你要做标式哦 这块肉是什么时候制作的 什么时候是它的有效期 可是我们常常在家里都没做 为什么在家里没做 因为我知道那个肉应该是什么 我们常问没做的人 我们都问他说 你今天这个肉放多久 我知道都是昨天的 都是怎么样 那可能是上个礼拜我知道 可是你在家里 有可能知道 因为你是唯一的厨师 你可能是妈妈 你可能是爸爸 你可能是阿公 你可能是阿嬷 你是唯一的厨师 所以你有办法做这样子的事情 可是如果在外面 其实确实是有困难的 那当然这里就是要告诉各位 其实确实 有时候我们要 自己也要做一些管理 要不然您可能会有保存不当的问题 特别是这次疫情 我们在台湾非常非常的幸福 可是在国外 常常就会都不能出去嘛 就买很多东西回来了 然后买了很多东西回来之后呢 你知道那个东西 有效期限是多少吗 你真的一个人 两个人 一家人 你吃得完这些东西吗 你可能真的是有一点困难 然后另外就是 可能就是还没有预期 它可能就丢掉了 或者是它预期以后 它真的非不得已 它必须丢掉 所以盛食呢 事实上就是在整个供应链里面 我们可能不小心 因为生产而丢弃 或者损失 或者是消耗 或者是变成一些压道啊 或者变成一些 它放过期 它变丑了 我把它丢掉的一些食物 因此呢 盛食里面包含了食物浪费 我们有很多是 可以避免的食物浪费 另外当然还有很多是 不可避免的食物浪费 那当然东西坏了 我就必须要丢掉 那事实上 我们的盛食常常指的 特别会指到 就是一些极其品 丑食物或丑蔬果 我这些食物 我如何能有效的去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世界村 由世界村来看看 台湾食物浪费的情形 我们看看 别人怎么做 外面的情况是怎么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会造成食物浪费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我们过得太好了 其实简单来说 如果你过得不是很好 你食物都不够吃了 你怎么哪来的浪费 我们事实上全球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食物 是被浪费掉的 我们由这张表来看 这里是生产的食物 这是浪费的食物 这三个圈圈 分别可能是在亚洲地区 可能在欧洲 以及在美洲 其实食物浪费的情形 是最严重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国家 大部分是 也许还算是比较 先进一点 那当然你说像非洲 那南美洲的部分 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根本就 吃不饱了 哪来的食物浪费 所以我每次讲到 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就会跟大家说 其实我们是非常幸福的 你才有办法 才开始谈食物浪费 可是问题是 食物浪费呢 在其他的国家里面 像欧洲 其实在做食物浪费 这个部分 这个议题呢 其实已经是做的 比较 蛮多的国家 是做这个部分 在欧洲的顶级 顶级 我们都知道很多 米其林的餐厅 或者是有一些精致的料理 都来自于欧洲 那事实上呢 他们会有一个观念 他们认为打包 变成是对厨师 或者业者一个极大的侮辱 所以他们浪费的食物 也就相对的来得多 所以他们比较不能接受打包的食物 这是在法国的部分 那台湾呢 事实上在近年来 开始慢慢推展 有关于 避免食物浪费这个议题 我们的厨余量 事实上是有减少的 可是问题是呢 整个每年还是有非常多的厨余量 可是整体来说 其实台湾有一点减少 所以代表台湾在这个方面的议题来说 消费者慢慢重视了 好 台湾食物浪费的种类呢 大概就是一些蔬果根精类 水果类呢 蔬菜根精类 大概最多 是大概40% 45% 那事实上台湾食物浪费的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当然有一些是产量 产量过剩 那我这里要跟大家讲 其实有时候呢 产量过剩这个部分呢 其实农委会或者 他已经会跟一些食品加工厂 去做一些联系 举个例子 我生产太多的一些水果 那我可能会请这些加工厂 帮我去做一些那个什么 做成它的果汁或者加工品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 我待会会说到 整个政府应该是从前中段 后段整个要一起来探讨 那这时候才能避免一些 食物生产过剩的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呢 就是当然台湾的盛食 当然就是可以做的一些 就是捐赠的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效期限跟赏味期限这个部分 我们讲到食品的有效期限 当然我们现在都会讲到 就是有效期限 就是指 它标示日期 在这个日期之前 可以安全无余的使用 那所谓的赏味期限呢 就是它到了这个 赏味期限过后 它可能风险不高 但是风味不是这么好 可是我们目前要求的 是标示保存 有效期限这个部分 那简单来说 有效期限到了 请问它是不是该丢弃 您认为该丢弃的举手 你认为不能丢弃的举手 不能丢弃的举手 食物新鲜不新鲜 对不对 所以我们目前只有有效期限 基本上你是要丢弃的 所以我们去查餐厅或怎么样 你只要过了有效期限 要不然我问您 那请问它还可以放多久 每个人标准是不是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目前是有效期限 你就需要丢弃 那你就说 那这样子我会造成很多的食物浪费 那我请问你 你为什么不在 有效期限之前 你就发现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 放到有效期限 再来处理这个问题 这样子 我只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目前政府是有效期限 我们没有赏位期限 那未来会不会有赏位期限 这个部分 也许公部门的部分 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 所以理论上有效期限 特别是 那你今天就告诉我说 那我在家里面 我这个东西是不是 真的就要丢弃了 我朋友可能就打电话来问我 到底这个东西 多一天可不可以吃 少一天可不可以吃 那如果站在专家的立场 他可能会告诉你 也许可以 可是这个部分是有困难的 所以我们会告诉消费者 就是不行 那我们要教育消费者 就是在有效期限之前 你就必须要把这个食物用完